作曲 李宗盛 听不到你的呼吸 我在担心 又将你失去 在现实的噩梦中 惊喜 如一片秘密 却从未有何放弃 用这一刻 赤唇的心 点燃黑暗 然静渐难 又抱你 一步一落的生命 减少尝试的勇气 只求一颗 无愧的心 乌云洒心 你在慢慢靠近 感受你温暖 无息 就算没有压力 时间一到 查不出问题也得放人 这是法律规定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我一定要把他们一锅断了 你说的容易 你看了现都几点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能保证在十点前 有重大突破吗 拿不下来 你又撤我的职 废话 撤绝能管运动的话 我早就把你撤了 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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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打声了 聂总 你说现在我怎么办 你总得派人来接我吧 老田 你着什么急啊 聂总正在想办法呢 你啊 就在三大房里面 舒舒服服地住一晚上 找个妞 按摩 很舒服 对我天亮了 就没事了 你别骗我了 检察院早就盯上你们了 刚才我差点被他们抓住 你让聂总听电话 停啊 你着什么急啊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聂广心 我就是相信你 所以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你说不会有事的 可现在 我 现在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就躲着 但过了十点 海淘出来了 就没事了嘛 他没事 他没事我就更有事了 到时候检察院不更满大街的逮我呀 好好好 你听我说啊 就是被抓了 又怎么样呢 不 我不能被抓了 他们现在也就查出李海淘拿的这三十万 你就是把他认了 我给你还上 也盼不了多少年嘛 到时候我再捞你 不 我不能被抓 不能被抓啊 我 你家里我会照顾的 这几年 我亏待你了吗 其实啊 如果能主动去自首 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不 不行啊 我儿子今年高考 我老妈还有病 我不能有事啊 哎呀 老田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只要有我在 你就没事了 那 那我也可以把账本交出来 争持主动 你忘了 朋友的账本 我的女生带在身边呢 你 现在就马上派人来借户 要不然 去开 酒店 好 好 王政长 萧南刚才发了个短信 说石川已经传到了 要这样的话 即使十点之前抓不住田冯一 只要萧南那边有突破 我们照样可以拒不离开他 赵局 我这边还是全力以赴 抓田冯一吧 他没有跟聂广星联系上 他肯定离不开市里边 可你说他会去哪儿呢 家他回不了 要住宾馆 得要身份证 他身上又没钱 他能到哪儿 我知道他可能藏在哪儿了 那儿 之前我们出差李海涛的时候发现 李海涛有上歌廷桑拿消费的习惯 那聂广星呢 没有在洗浴中心开访打牌的起来 既然听冯一 而他们是一虎的 那这个时候 他最方便的 就是藏在那种东西 根据那几项证券 我们去查过 可是发现那家洗浴中心 已经停下询论了 城市有那么多家刹拿鱼区 全都查队了也不现实 莫超 是啊 董梁 正好 你们之前出差的时候 李海涛平时都去什么地方上买 解放录道大不好 他是那里的外界 好 那咱们现在就去 走哪儿 我们刚才是在河西区 差一点抓到天风一 他身上没钱 应该跑不来太远 所以啊 我们还是应该集中在河西区这儿 走 老六 上我的车 来 来 好好好 没什么事儿了吧 都说清楚了 我就是把身份证借给李海涛买的车 就这么简单 石川 我觉得你这人挺逗的 刚才你替我们说要调查李海涛 你都没那么着急 这会儿你倒要着急走了 难道你不想证明自己家的亲戚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还是你跟李海涛有仇 早就盼着他出事了 我 反正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吧 你要记住 你要对在这里说过的每一句话 负责 柳达姐 你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我这边快问不下去了 喂 萧南 你拿笔记一下啊 福龙房地与承建签约啊 是今年的二月七号 之前啊 李海涛应福龙老板 郝林的邀请到宁城下谈 时间是一月十号到十五号 我找到了他出差报销的单据 这就顿上了 那辆称是一月十四号买的 就在这期间 还有啊 根据我们的调查 福龙的业绩和资质都不够 承建却全权委托他们来运作这个项目 已经涉嫌违规 更可疑的是啊 按道理 福龙应先寻建资 而承建却在签约后不久 给了他们一笔 九十七万元的所谓设备费 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 好 我明白了 十点钟快到了啊 你们怎么还不放人呢 你让什么 让什么呀 这不还差一个多少十呢吗 那我不管 十点钟一到 我抬腿就走 看你这么着急 我们也不得不怀疑你心里有鬼吧 你 坐下 行 行 咱们走着瞧 我跟你说 十点钟一到 你们要还不放人 我就告你们非法拘禁 方处 这家店我们刚才查过了 怎么查的 我们拿着一半的照片 直接找他们经理 然后再去前台和南兵部的领卫 可以向他们过来认 可他们都就不认识 诶 老刘 我们刚才是从这个路口经过的吗 对呀 那这么说的话 田凤一从这儿一出来 就应该第一眼看到这块照片 没错 诶 我们应该想办法 进去彻底地搜一搜 老刘 看你的了啊 我 啊 喂 喂 赵局 刚才刘大姐他 哦 我知道 是我让他直接给你打电话的 那个资料有用吗 当然管用了 各种迹象都表明 芙蓉的老总好林 和李海涛之间 绝对存在着行社会的关系 只是暂时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那那辆车呢 我估计对李海涛家进行搜查之后 李海涛的老婆 肯定与石川进行过串供 再说这些年 石川没少靠着李家的帮承 他就是出于报恩 也不会轻易说实话的 他现在精神状态怎么样 精神状况 肯定是紧张 但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要不给我点时间我再磨一磨 来不及了 方处长那边还没有什么进展 时间也不多了 行 我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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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好 我 我手机前面都没有了 怎么认识啊 服务员 服务员 过来 过来 看看 我东西都没有了呢 没事 你 你这只是没有贼啊你这个 这没办法找找了 你行了 你这找什么找 我都找半天了 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们这里肯定有贼 高城和谁抱走 我马上报警 好 收到 方叔 要求您已经先到报警了 好 你手入门口 其他人 跟我走 来 警察 我跟你说 我刚刚去冲了马上 连头都没洗 这回来之后呢 我这手表啊 全包我跟手机全都没有 照上来已经查过了 没人 让他们把衣柜都打开 让他们把衣柜都打开 天凤一带了一大包的账 他只能放在那里 他只能放在那里 快 快快快复制 帮我开门 五十五花 我的东西也被偷了 这肯定有贼啊 警察 警察 你过来看看 这是你的柜子啊 对啊 我是这儿的VIP 这是我的专用柜 不相信啊 你们小弟都认识我的 朋友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我刚才去找了 不过我的手牌 肯定让他抖走了 你们见过这个人没有 见过吗 我还在见过这个人 看仔细了 没错 就是他 他人在哪儿 他人刚才齐松松地走了 老念啊 那你久等了 王书记 您坐 好 坐 我是怕耽误了明天的谈判 王书记 这个方案根据您的意见 我们又修改了些 您看看 如果明天能跟外商 顺利签约的话 那下一步 你们陈建啊 就可以考虑 把步子卖得更大一些 王书记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陈建集团 还能在您的关心下 继续发展 老念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 我身体不行了 这些年没日没夜地干 落下了一身病 所以我想 想什么就说什么 我知道你啊 这么晚着急找我 不光是为了谈工作吧 109 109 15 10 15 10 2 2 你等等 老赵 欢迎 又让田凤一给跑了 他在洗浴中心偷了手机和钱包 我们来晚了一步 知道了 办手续 准备放人吧 抓不住田凤一 咱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 进来再等等 抗萧南那边有什么突破没有 怎么样 拿到了吗 太好了 这样 按照刚才我说的 我进去之后五分钟你就开始 咱们打好配合 行 王书记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希望组织上同意我退下来 让年夫立强的同志上 医生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要我必须休息 我也怕这样干下去的话 身体和精力都跟不上 也会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不用再提了 你你不適合你 你需要想着 你把我的力量 我本身就会想着 你一须想着 你需要想着 我 我 我的失职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问题啊 老聂 你得跟我说实话 这样我才知道 该怎么帮你 我 没有 至少在原则上 我自信没有问题 那你怕什么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老聂 还打什么退堂鼓 我记得你说过 在你们成见人的眼里 就没有困难这两个字 对 没错 签个字 清完你就可以走了 对了 你认识一个叫好林的人吧 他是你们这儿做房地产的 我不记得了 没有印象 那可能是巧合吧 今年的一月十四号 就你买车那天 他刚好也在那儿 卖车的人还以为 你们是一块儿呢 你看 这是当时 4S店的录音扫描图 这个人就是好林 不对啊 你们这表肯定慢了 现在至少快失联慢了 马上放人 放人也得办手续啊 把记录给他整理一下 让我确认 用不着 用不着 去 把你们局长掉了 这时候 他别想当缩头乌龟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他不在还有我呢 我说了 要奉陪到底 我一定说到做到 不要跟他多说 反正他说的话 都白字黑字的落下 回去一对 就知道他 有没有说实话 挺慢的 将冉 别动了 人已经在大了 就在旁边选进去 好的 我知道了 等等 我说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真的跟我没关系 很可惜 现在我们已经没工夫 听你说了 是我表姐让我撒谎的 我早就知道 他们要出事 石川已经交代了 车是郝林贿赂给李海涛的 李海涛的老婆 还与石川进行过串购 我这边下一步的行动 就是对郝林立案 立刻传讯他 太好了 人一传到马上通知我 我这边立刻申请 拘留李海涛 咱俩打好配合 好 我明白了 检察长 喂 王书记 已经十点了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啊 没什么大问题呢 先把人放 明天的谈判很重要 王书记 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 李海涛的犯罪事实 我已经批准 对他进行拘留了 什么 拘留 问题严重吗 问题 肯定是有的 到底有多严重 关键得看 我们怎么查 怎么审 王书记 这点 还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那好 你听清楚 既然你们要查 那就一查到底 绝不能让一个贪腐分子溜楼 让国家受损 百姓受害 好 我明白 你们检察院这个活儿可真不是人干的呀 小伙子 就说你这个劲头 要是调到我们城建去 我马上给你一部门经理当的 窝在这儿 取材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还来劲了你啊 你知道你耽误我这么长时间 我有多大损失吗 我们城建有多大损失吗 现在 对了 我那手表 还有手机钱包 马上还给我 改天我再找你们算账 今天你还看吗 我们一发整理几事你就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 这到底为什么呀 你呀 先到那边休息 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 请吧 好 我知道了 老刘 李海涛被拘留了 是吗 哎呀 这个太好了 谁想要折腾他 一个晚上走上可以松口气了 哎 说这个话有点早 扣住李海涛还指着第一步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天凤一 因为他拿走了重要的账 找不着天凤一 你就拿不下去 天凤一偷走的现金并不多 这么晚了他只能打出风 我们马上跟出风公司联合一下 看看你的什么现实 好 谢谢你们 不客气 走 那一走 老刘 看看聂光星那边 有新的情况 天凤一这么着急走 他不会乱 他肯定是要去什么地方 而且是跟聂宝金约好 聂总 李总应该没什么事 就算有事了 他一定会提您扛着 再说 宝田也没出什么事 明天天亮 把他送走 你就可以 那要看我能不能满足他的条件 别看了 肯定有人跟着 大局您的面 好 有问题吗 没有 小姑娘 吃点东西吧 谢谢 我在减肥 好 那一会儿在休息室给你搭个行李床早点睡吧 明天不是还要到医院去准备做手术吗 没事的 我就是多运动了膝盖嘎巴也想有点疼 那是半夜版的毛病 严重了是要做手术治疗的 我不要 留下两条大巴夏天穿裙子多难看 可我听你爸爸说 是你想做手术才能到处给你找专家的 怎么 事到临头害怕了 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 我有 你爸爸也有 有一次我追捕一个逃犯 当时叔叔刚分到检察院 还没有什么经验 更没想到那个逃犯手里会有枪 那个逃犯用枪就这样顶着我 当时叔叔害怕极了 大脑一片空白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每当我一紧张休息不好的时候 做噩梦还能梦到这一幕 我是问你当时 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我数数 从一数到五 数数 对啊 这是一种自我暗示的心理疗法 我告诉自己 我能行 我一定要战胜恐惧 我从现在开始数数 我从一数到五 我就不会再害怕 所以我就开始数 一 二 三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拿枪的手 在颤抖 其实他比我还害怕 你也可以试试 是 挺管用的 不管你是害怕考试 还害怕做手术 只要你告诉自己 你说我能行 从一数到五 我就不害怕 肯定能行的 我跟他一起 希望那些才会 能了解 还bole 都没想到 对 елен 就是 第一 只要 就 检查案的人够辛苦的 你们也辛苦啊 大晚上的跟着我们连州转的 怎么了 姐姐 腿又疼了 要不要上医院 我错了 我的腿根本就不用做手术 我骗了我爸爸 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腿运动多了 确实有点疼 我爸就骂我来 我就故意说特别等他 一当真就着急了 一定要我做手术 我害怕 就多的说得找个好大夫 他还真把转家给进来了 他要是脾气好点 我就跟他说神话了 动不动就冲回去 可你知道他很爱你啊 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今天有多大的压力啊 他一整天都在着急冒火啊 但我时刻能感觉到 他是在牵挂着你 包括跟你爸爸工作的叔叔阿姨们 都在牵挂着你啊 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刚才在听了你的 从医术到无数了高级 便才有勇气跟你说的 好样的 我叔叔叔 我叔叔我求求你不要告诉我爸爸 他会气疯了的 我求求你了 哦 是这样 你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然后让我跟你一起撒谎 是吗 什么 列广星回家了 那他司机呢 也回家了 好 那继续建设吧 方叔叔 周姐 怎么样 刚才老伯给电话说 列广星回家了 天空衣肯定已经躲起来了 而且是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否则的话 列广星不会那么踏实回家睡觉 哎呀 真够笨的 有颤衣 没关系 也有好消息 刚才王世纪打电话给简单上 他亲自说 如果列广星触及了底线 谁救不了他 好 我把简单安排在休息室了 他可能现在还没睡 这孩子 哎 你干嘛呢 大半夜都不睡觉 这是大人工作的地方 你别给我丢脸 走 哎 方处长 你这可错怪珍珍了 他给我们每个人 起来杯咖啡 听说你回来了 这又起一杯 这样给你送去呢 珍珍 爸 对不起 我不敢惹你生气 我也不敢说那些话 可是你也应该向我道歉啊 你还错怪我了 我睡觉去了 你这个姑娘挺可爱的 胖挺大 也挺有主意啊 要不说我当不了局长呢 连自己的归影都管不好 我听检察长说 本来是要替你当局长的 是你死活不干 我自己几斤脊俩 我很清楚 我可没你沉得住气啊 我也没有你胆的啊 喂 根据定位 我们找到了被田凤仪偷走的手机 就扔在市中心的附近 扔了 那出租车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 有个司机说他拉过一个男的 从桑纳到市中心 就停在了兴母花园附近 可是我把田凤仪的照片 拿给他去看时 他又说当时没有看清他的相貌 好 先这样 老刘硕啊 有个司机拉了一个男的 从桑纳到了市中心 市中心 你是说田凤仪去市中心了 赵局啊 我市中心就有一套三军事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今天就可以搬进去 喂 赵局 我们正准备撤 账目都分类整理好了 有些还打算带回去呢 你先不要跟我说这个 你现在马上查一下 承建是不是在市中心开发或项目 是不是有一个叫幸福花园的 不用查了 幸福花园就是承建的 当初大广告贴得满街都是 那就对了 一般开发商都会留几套房子 然后搞各种关系 应该有一套三军事 不是在聂广兴名下 就是在承建手里 你马上查一下 要看 好的 我知道了 赵局 行 赵局 我这就去幸福花园 坐着他们搜捕 让秀娟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大家辛苦一下 打开 再查一查 好 叶总 你什么时候才能来啊 不是说好要等到天亮吗 我还得给你准备钱呢 那 那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事情摆平 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一个月左右吧 你就当度个假 放心吧 你随身带着账呢 我能不帮你吗 早点了 别紧张 好好睡一会 啊 方队 我们已经查过 健康录像了 没有发现田凤仪进出国 现在于是深刻半夜 爱货爱家查肯定行不通 除非知道门牌号 刘叔贤那有信吗 没有啊 怎么着 你们再去物业公司那查一下 看看还有哪期货没有入住 尤其是三居士 老刘 聂广星那儿 有没有特别信之过的人 因为田凤仪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如果没有人给他送钥匙的话 他是进不了门的 这就很难说了 城建有一千多员工 聂广星的消息也很广啊 哎呀 你们现在也是太着急了 只要在小区门口一手 不信他不出来 兄弟不行啊 如果天亮之前不能把他抓着的话 他就会跑着 哎 累死了 哎 别痛了 赶紧赶紧 快快快 哎 我还找着不满吗 哎呦 哎呦 这牙怎么又疼起来了 哎 你是不是着急上锁了 我给你倒杯水是吧 哎不用不用快快快 肯定是太温了 我给你开窗 偷偷吸气会好的 哎哎 别打开 回头风一吹 又乱了又麻烦了哈 快回来回来 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啊 快了 就是前面那个小区 我最恨 最烦的就是这种人 你说你在前面拼命吗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你还在后边使绊子 啊 这 这点略根信 全他们才他们是 喂 赵局啊 小阳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李海淘的老婆能和石川串锋 那么他一定会和郝林定下公寿出门 郝林经贵本身就是在反对 所以他们会经营 石川只是个证实 所以现在只有那下郝林 才能够抓住李海淘的证实 我明白了 好 好 找到了 二区四号楼六号楼 有几间房空着的 很多人想买 但是成见一直没卖 太好了 喂 喂 方处啊 我查出来了 有一笔装修款 是幸福花园六号楼八零一式的 产权在成见首领 等了 查一下八零一 看看是不是三句式 好 很可能是聂广迅留着给自己用的 没错 是三句式 好 总算让我们逮着呢 请问问一下 谁说我们要求好 这些物件 我们应该在去 否则绝对应该 用这个机会 是否则绝对应该 我只会来 去看 我 你不想去 我 都应该去 可能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 他压根就没上这儿来 一开门的话 他一开始就不会冒险 让司机去接人 我看咱们应该到其他几个地方看看 应该还有希望 他肯定不在这儿了 有人他给跑了 怎么样 李总 吃了点东西 休息了一会儿 感觉好多了吧 李小涛 现在请你谈谈 你跟 我这一切也觉得我们就不在这儿了 我这一切就不会冒险了 我这一切就不会冒险了 我这一切就会冒险了 我说你那边没有什么 我们就要冒险了 我一切就会冒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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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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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